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这位变手的实力与挑战 过去他在2019年的初选辩论中 以强烈的言辞质疑乔·拜登的种族问题立场让人印象深刻 但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哈里斯将面临前总统特朗普的挑战 这是他再次证明自己辩论能力的良机 我们将分析哈里斯如何利用特朗普的刑事案件和选举指控作为攻击点 并探讨新的辩论形势如何帮助他避免被打断 然而哈里斯的辩论策略并不总是如愿 过去的失误也提醒他在辩论中必须保持焦点 他需要清楚地展示自己的立场 并有效回应特朗普的攻击 才能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 这场辩论对于尚未决定投票对象的选民至关重要 哈里斯的表现将直接影响他的选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位备受关注的政治人物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他的辩论能力以及他如何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中迎战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本文源自CNN的一篇详细报道深入分析了哈里斯的辩论风格 过去的表现以及他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 在政治辩论的舞台上 前总统特朗普以其独特的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通常对事实的把握较为松散 并且在辩论中迅速而尖锐地攻击对手满怀自信 但与之相比 卡玛拉·哈里斯的辩论风格又是如何的呢 尽管他在2020年的总统竞选中表现不尽如人意 甚至在初选投票开始前就退出了竞选 但在2019年6月的一场初选辩论中 他却展现了强大的辩论能力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场辩论中 哈里斯面对的是现任总统乔·拜登 他直视拜登 郑重地说道 我不相信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这句话的背后是他对拜登过去与一些支持种族隔离的政治人物合作的不满 哈里斯提到了自己在加州的经历 作为一名被送往学区学校的黑人女孩 她的故事深刻反映了种族问题对她的影响 她的这番话不仅是对拜登的直接挑战 更是对整个社会种族问题的深刻反思 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哈里斯将再次站上辩论的舞台 这次面对的是特朗普 对于哈里斯来说 这将是一个展示自己辩论能力的绝佳机会 他的辩论准备工作显然是针对特朗普的 后者的许多行为和言论都为哈里斯提供了攻击的素材 例如特朗普在纽约的刑事定罪 性侵和诽谤案件的责任 以及他对选举舞弊的无根据指控 都是哈里斯可以利用的有力武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辩论的形式将有所不同 候选人的麦克风只有在轮到他们发言时才会开启 这意味着 特朗普不能像2016年辩论时 对希拉里·克林顿那样随意插话和攻击 对于哈里斯来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表达 不必担心被打断 不过 哈里斯的辩论策略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在2019年的另一场辩论中 他试图攻击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但却因为能有效的聚焦话题而失利 沃伦的有力反击让哈里斯的攻势显得微不足道 这提醒了哈里斯 在辩论中要避免陷入细节的泥潭 因为特朗普的辩论风格往往不拘泥于事实 还会随意编造事实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哈里斯在辩论中也曾遭遇过来自前众议员土耳西·盖巴德的强烈批评 特别是对他作为检察官的记录 盖巴德认为哈里斯对大麻犯罪的处罚过于严厉 而哈里斯则强调他的工作是为了改善加州的法律环境 并且他反对死刑 这场辩论的背景让人意识到 特朗普可能会利用这些批评来诋毁哈里斯 将他描绘成一位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候选人 这场辩论的重要性在于 他如何影响那些尚未决定投票对象的选民 根据最近的一项民调 哈里斯的支持率仍有上升的空间 这意味着他在辩论中的表现将直接影响他的选情 对于哈里斯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辩论 更是他向选民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 他需要在辩论中展现出自己的强硬立场 并且有效地回击特朗普的攻击 才能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 从多个角度来看 哈里斯的辩论能力不仅关乎他个人的政治前途 更关乎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的整体表现 首先从个人角度出发 哈里斯需要通过辩论展现出他的领导力和政策理解力 以赢得更多选民的信任 他的表现不仅会影响他的支持率 还可能影响他在党内的地位 其次从政党角度来看 民主党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候选人 来对抗共和党的强大挑战 哈里斯若能在辩论中表现出色 将为民主党注入一记强心针 增强党内的凝聚力和士气 此外 从媒体与公众的角度分析 辩论是一场公开的政治秀场 是公众了解候选人的重要途径之一 哈里斯在辩论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将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和报道 这不仅会影响他的公众形象 还会影响大众对他的认知 他需要在辩论中展示出自己的政策主张 和个人魅力 才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最后 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 辩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候选人之间的对决 更是民主制度下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 哈里斯作为一名女性和少数族裔代表 她的辩论表现不仅具有个人意义 更具有象征意义 她在辩论中的每一个表现都将被赋予更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总的来说 卡玛拉哈里斯能否在2024年的辩论中展现出色的表现 将对她个人民主党以及整个美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她的每一步都将被高度关注 她的表现不仅关乎她自己的政治生涯 更承载了广大选民的期待和希望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重要的政治事件 为您带来更多深度分析和报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卡玛拉·哈里斯无疑是一位优秀的辩手 她在2019年初选辩论中对拜登的猛烈攻击 让人们看到了她的锋芒 她能够在辩论舞台上针对对手的弱点进行精确打击 就像一位拿着狙击步枪的狙击手 这种能力让她在面对特朗普时具有很大的优势 尤其是当麦克风控制机制会限制特朗普的插画时 哈里斯能够专注于自己的论点 这将让她的表现更加出色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都要以为哈里斯是辩论界的超级英雄了 然而事实是 在2019年的另一场辩论中 她攻击伊丽莎白沃伦时失败的一塌糊涂 这就好比你说一个厨师很厉害 但结果她煮的菜连盐都没放 哈里斯确实有些闪光点 但她的表现并不稳定 这对于面对像特朗普这样的辩论狂人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劣势 谢奇奇 没错 她的表现有时候是不稳定的 但这不代表她不具备优秀的辩论能力 别忘了 她过去的检察官角色 让她习惯于在压力下进行论证 就像罗马竞技场上的角斗是一样 再者 特朗普的辩论风格 更像是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孩子 她的策略往往是打断和夸大 这次的麦克风规则将大大限制她的发挥 给哈里斯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 啊 楚天书 你说的我都感觉 哈里斯要变成辩论女神了 但你别忘了 特朗普就算被限制 她的存在感仍然如同在宴会上的大象一样明显 她擅长利用媒体操作和社交媒体影响舆论 而哈里斯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 再者 哈里斯以往在检察官角色中的一些争议 如对大麻烦的处罚过于严厉等 都可能成为特朗普的攻击点 她需要的不仅是辩论技巧 还要有强有力的防御策略 谢奇奇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你也低估了哈里斯的应变能力 她曾经面对土耳西·盖巴德的批评时 虽然一度陷入被动 但她迅速调整了策略 强调自己在改善法律环境方面的贡献 这就像一次变道超车 虽然有惊险 但最终安全到达目的地 哈里斯在辩论中展示了 她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 这正是她能够在面对 特朗普时脱颖而出的关键 啊 楚天书 我看你是哈里斯的头号粉丝了 不过 我们还是要现实一点 哈里斯在辩论中确实有过亮点 但她的整体表现并不稳定 特朗普可能会利用哈里斯的历史记录 来攻击她的政治诚信 这就像在她的盔甲上找出裂缝 一场辩论不仅仅是语言的较量 更是形象很信任的对决 哈里斯需要的不仅是灵活性 还需要一整套无懈可及的防御策略 来应对特朗普的攻击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